只要你放弃一切 我就跟你走 你怎么知道 那老头是吃油的部下 防风贝问道 我 我听别人提起过 小妖没想到自己随口的话 就被这九头妖抓住了破绽 防风贝没有追问 笑了笑 继续往前走 你 如果一直是防风贝就好了 小妖追上她 正色地说道 香柳没有再笑 也没有回答 深深看了小妖一眼后 用眼神示意她到了 现在不比以前 你最好还是少来中原 小妖为自己刚才的话而脸红 虽然她早已下定了决心 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去积极 至少现在她不能改变太多 还是要和风龙有那场大婚 她没有再等香柳说话 创她挥挥手 转过身拍门 香柳一直没有走 直到小妖进了门 她为什么在现在来中原 因为她心痛得太厉害 她担心到不惜冒着风险来 有时候她也想放弃坚持 就只做防风贝 可是义父是拯救她的人 她必须帮她 小妖回到住处 星月和阿念都在 正拿着白日买的衣料在身上笔话 说得热闹 看到她回来 两人笑着抱怨道 好姐姐 你下次突然失踪前 能否给我们打个招呼 幸亏香料铺子的伙计 说你和朋友一起走了 让我们别担心 小妖笑笑 没有答话 借口累了 回到了房间 她拿出星星镜 翻看关于香柳的两段记忆 当年她翻看星星镜 发现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心痛感 又弥漫了上来 幸好 一切都还可以重来 她不能再犹豫 即使结局依然是她战死 她也要陪着她 专须迁都 和星月成婚 小妖去高兴 回中原 一切都按照时间轨迹前行 开始商量婚期 小妖走进屋子 给父王写信 请父王帮她择定即日完婚 写完信 小妖召来赤鸟 把信剪辑在赤鸟腿上 刚放飞赤鸟 专须一手把赤鸟抓住 一手握住了她的手 小妖疑惑地看着专须 专须问 你真想清楚了 小妖道 已经订婚 迟早都要嫁 既然风龙想近期完婚 那就近期完婚吧 专须说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别人 有了上一世的撕心裂肺 她才知道专须这话里的含义是什么 哥哥 你的心里有天下 在我心里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可以为你生为你死 但是有个人让我放不下 小妖知道 专须这个时候还很偏执 但她的天下未定 她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处理 哥哥 你要记住 我永远支持你 我也希望你能找到那个 你可以安心托付的人 专须不知道小妖 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 剩下的话她一时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专须走后 本来离开的皇帝却又转身走了回来 看到小妖歪靠在窗前 望着夜色净处 正正发呆 皇帝轻轻咳嗽了一声 小妖如梦初醒 外爷 你还没去睡 皇帝说 我曾让专须设法招享九命向柳 小妖不自禁地站直了身子 盯着皇帝 皇帝说 这些年用尽了计策和办法 她都拒绝了 小妖看向黑夜的镜头 表情无喜也无忧 专须把神龙山最北边的两望峰列为了禁地 守风人都是专须的心腹 你应该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 虽然香柳救了你一命 但你不欠她一丝一毫 不是的 外爷 她用她的命救了我 那两座山还不清 小妖开口解释 她曾经以为的交易都是香柳的命 九命向柳 在她身上用过几命 她一直以为的交易 一次次的失望 也是那狡猾的家伙算计好的 她确实为她铺好了一切 可没有她的生活 不是她想要的 这一次 她没有欠井那么多 她会给井调养好身体 而她 只愿这次可以得偿所愿 与风龙大婚前妻 献帮忙送来了那个冰晶 透明的冰晶 里面包裹着一汪碧蓝的海 在悠悠海水中 有五彩的小鱼 有红色的珊瑚 还有一枚洁白的大贝壳 如最皎洁的花朵一般绽放着 一个美面的女娇人侧身坐在贝壳上 海藻般的青丝披垂 美丽的鱼尾一半在洁白的贝壳上 一半浮在海水中 她一只手俯着心口 一只手伸展向前方 像是要抓住什么 又像是在召唤什么 在她手伸出的方向 一个男娇人浮在海浪中 看似距离贝壳不远 可她冷淡默然地眺望着冰晶外 让人觉得她其实在另一世界 并不在那幽静安宁的海洋中 冰晶包裹的海底世界 太过美丽 犹如一个蓝色的梦 这是后来像柳的笑娃娃中的 那个冰晶 她还放了个男人在里面 这个傻子 小妖依然把这个冰晶球 送去了涂山市的车马行 付了往常五倍的价钱 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 送到清水镇 玉姐内依然只有一句话 两个月后 我成婚 最后一次为你做毒药 请笑纳 当年的心情 当年的期待 当年的小心思 现在她同样地 期待她的到来 纸一城逛过之后 小妖上了云脸 却突然说道 暂时不回去 苗仆笑问 王姬还想去哪里呢 小妖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陪我去一趟青秋 苗仆愣住 迟疑地问 王姬去青秋干什么呢 小妖看着苗仆 苗仆说 是 这就出发 一时尘后 云脸落在青秋城外 小妖下了云脸 眺望着青秋山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人事却已全非 小妖下了云脸 漫无目的地逛着 一会儿便会遇见景 她要再给她把脉看看 果然 苗仆拽了下小妖的袖子 顺着她的眼神方向 见到了景 长街上人来人往 她却如被湿定深咒般 呆呆地站着 小妖静静站着 也没有动 终于 景回过神来 飞掠到小妖面前 小妖一一千言万语 却什么都说不出 景 可方便请我喝茶 景没有料到 小妖会和她 和颜悦色地说话 虽然迟疑了一下 但还是带着小妖 去了旁边 屠山家的茶楼坐下 小妖示意紧身出手 我来给你诊脉 小妖大概用了一炷香的时间 来来回回 终于放下心来 这一次 只要专需不对付她 应该就不会再次重创了 你优思过多 还是要注意休息 我给你安神完的药方 还有解读完的药方 不需要我的血做药饮 制作起来也很方便 你回去给胡真 她会帮你治好的 要按时吃药 屠山室也需要你 景的眼神从开始的光亮 又渐渐淡了下去 小妖和她说 屠山室需要她 那就是她不需要她 景 我真的不怪你 我知你重情意 不管对你大哥 或是防风异应 也请你留意身边之人 保重自己 我救过你 也希望你过得好 我也会过得好 小妖望着景干净的眼睛 她虽然是狡猾的屠山室 但在她面前 她却永远是那个夜时期 小妖这次来 就是来看看她的身体 看看还有没有隐患 她不能给她一生一世 却希望她能健健康康 经历了两世 小妖也变得有诸多牵挂 她放不下的人变得更多 希望能让大部分人变得圆满 但她也清楚 自己不是什么厉害的人物 但相留 她必须要去改 曾经她也想过踏出一步 但每次在算计的演示下 她也哄骗自己相信 只是算计 缩回自己的一方天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